下个星期就要过年了 这几天呢 传统市场也好 都非常有年味 滨江市场呢 在今天年货大街也开卖 不少鱼的价格 都已经上涨了两成以上 目前在鱼市场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黄树文来告诉我们 树文 谢谢主播 各位观众 今天这个滨江鱼货大街开始了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 在这外面 其实棚子已经搭起来了 那么在鱼货市场里面呢 其实这个现捞的一尾白长鱼 其实非常难买 那我们来称一下 它到底一尾鱼现在要多少钱 我们现在放到篮子里上面 我们来称一下一台金是1500元 你可以看到 现在称出来的价格是1313元 光是这一尾鱼 就是要价1200到1300元 这么贵 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因为白长鱼 非常的缺 我们来问一下老板 老板问一下 现在鱼是不是真的很缺啊 现在那个白长鱼很少啦 都抓一只 现在都抓了都一只两只而已 所以很贵 那黄鱼呢 黄鱼都很少抓到 黄鱼大部分都是羊的啦 黄鱼很少 先拉到像这样大条喔 一斤要两三千块 所以买的人还是很多 有啦 没有说很多人买啦 太贵了啦 那怎么办 没有办法就是这样 买少一点啦 听说过年还会再涨 好像过年过就不会再涨了 过年过就会降下啦 所以下礼拜还是有可能再涨 还会会 现在开始还是会涨到过年 像这个明虾齁 现在已经涨到两千块 一公斤两千块 你批回来就是 就是已经一千二了 我们已经还卖一千米 这样 好我们可以听到老板说这个明虾 其实一公斤也涨到了两千多块 那么黄鱼还有这个白长鱼呢 有可能在过年前的时候 还会再涨一波 那么以上就来自这个 并将市场最新情况 我们先把时间还给彭丽直播 好过年吃鱼年年有余 但是今年要吃白长鱼 可是要多花很多钱的